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9月6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日前 在9月3号的时候 香港对黎智英威胁记者的这个案件呢进行了开庭 这个开庭的结果呢让大众哗然 就是呢裁判官判决说 检控一方控诉黎智英威胁记者罪名不成立 那这个案件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2017年的6月4日 在香港那边每年的6月4日呢 他们都会举办这个纪念的活动 那么有一个报社呢它叫东方日报 东方日报呢是一个比较亲中央政府的亲共的一个媒体 一个报纸 那它这个报纸呢就派了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呢是专门负责就追访黎智英的 所以呢在那次2017年6四的这个活动当中啊 当黎智英出现以后呢这个记者是专门跟着他的 那跟着他的时候呢那就会问他一些问题啊 然后会对他进行拍照啊 还有呢好像是不录像这是一个报纸嘛 他不录像只是拍照问一些问题 当这个记者呢对黎智英给他对着黎智英拍了那个大头照以后呢 黎智英就有点火了 黎智英呢就说我一定要找人搞你 说的是这个话啊 那完了以后呢这个记者呢就说那个就控这个黎智英 说这个黎智英呢威胁他 对他进行威胁 他先后呢向香港的律政司写了17封信 要求香港的律政司对黎智英呢进行控告 但是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律政司呢一直到一直到2020年的2月 就是今年的2月份才对黎智英进行了这个拘捕以及控告 这个报社呢还有这位记者呢就是17次写信嘛 一次比一次的对香港的律政司呢更加的不满 认为香港的律政司对这个黎智英呢是包庇的 姑息养奸用的这样的一些词汇 那最终呢香港的律政司对黎智英提起了这个控告 那在这个9月3号的时候星期四 香港的法院呢做出来判决说他罪名不成立 那罪名不成立呢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呢他就是说 作为这个公诉一方 这个记者本身是不可能去对黎智英进行控诉的 一定要是香港的这个公诉 律政司进行公诉 那公诉一方呢他需要证明说黎智英呢做出来的这个威胁呢 会让这位记者的身体受到伤害 以及呢这个 以及呢这个黎智英是有让他受到伤害的这个意图的 就是要证明这两方面 第一呢就是黎智英 他说了那个话 他是有这个意图 他是会把这句话付诸实施的 然后这是这是一方面 这个检控一方呢需要证明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证明 黎智英如果是要实施这个行为 会对这个记者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的 这两方面的内容 那这两方面呢都被黎智英拒绝了 黎智英否认说他会 他有对这个记者实施伤害的这个故意 说他没有 他应该是承认他说了那句话 但是呢他不承认 说他真的是有那个故意 然后呢这个 然后呢就是还要证明 还要说呢黎智英就说呢 他既没有那个故意 然后呢他说了那句话呢 也不会对这个记者呢 形成身体上的伤害 这个裁判官就说呢 这两个因素 检控一方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所以呢裁判这个黎智英是无罪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 这个裁判官也认为 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出庭作证了啊 说这个记者呢 不是一个诚实 而且可靠的一个证人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呢 是这个记者在法庭开庭的时候 当这个黎智英的律师问他问题的时候呢 他闪烁其词 他不正面回答问题 所以说呢 那个法官就说 他是不可靠的 不可信的 不诚实和不可靠 这一点呢 我也想请这个 就是网友朋友注意哈 假如说你有这种法律性的麻烦 假如说你甭管是 甭管是什么样的麻烦 你甭管是你上庭也好 或者是你被警察拦下也好 或者是你被这个边境局给你拦下也好 反正呢 所有的你跟任何一个政府的官方 发生一种这种正面的接触的时候呢 当政府一方问你问题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正面回答 你要是不回答 你就告诉不回答 你不回答的话呢 你就不回答 你说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的话呢 你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有的人呢 喜欢说 比如说我问你说 哎你今天你去某某公园了吗 然后说 如果你就应该回答说 我去了还是没去 那有人人就特别喜欢说 你认为我会去吗 我凭什么去呀 我为什么要去呀 什么这样的一类的问题 这样的这样回答问题的方式呢 会让这个官方 甭管是哪的官方 会非常反感 会觉得你这个人呢 这个不诚实啊 不可靠啊 会这样的 这样的是对你很不利的 要不你就不回答 要不呢 你就正面回答 不要搞这种 这种狡辩式的 对你 对你自己是不利的 比如这个记者呢 他回答问题呢 这个法官就说 他多次回避提问 然后呢 我也不能确确定 他就是回答的是 像我刚才所举例的这样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 这个建议 好 而且呢 这个法官就说 当天 这个记者在追访 黎智英的时候呢 黎智英说完了这句话以后 这个记者呢 仍然在跟着这个黎智英 而且呢 是微笑着 保持一种微笑 说你这样 反问黎智英说 你为什么这么暴躁呀 问你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那个 反应这么 为什么这么大呀 就是态度呢 非常的和缓 然后呢 表情呢 还是微笑的 那这个呢 就成了 就成了一个那什么了 然后这个法官就说呢 他的这种表现 和他声称说 受到了威胁 是不相符的 我认为这个法官吧 这个判决 我觉得这点 法官的认识呢 我是不同意的 一个人说 你当时黎智英说 我一定会找人搞死你 对吧 那但是呢 就是当时那种情况下 黎智英还在参加那个活动啊 他并没有 还没有实施的时候 然后这个记者也犯不着 吓得 哇 天哪 我得赶紧回家躲起来 犯不着啊 对不对 犯不着啊 但是呢 不代表着过后 黎智英就不会找人来搞他呀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说 这个 这个法官呢 这点认识呢 我不赞同 我觉得是不对的 另外呢 法官还说 这个这个记者呢 而且是跟着黎智英 一直到这活动的结束 就是他并没有 他说呢 这个反正就是按照法官的那个认识呢 他认为 如果是受到了这个威胁的话呢 就立刻就回家躲起来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当场暴跳如雷 这个法官认为这样的反应才合理 我觉得这个法官 挺 反正我不赞同 他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样看 是不对的 我觉得 法律上呢 经常是说呢 一个 reasonable person 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reasonable person呢 就是一个 有正常判断力的人 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认为 凡是有正常判断力的人呢 会觉得法官这样看 是不对的吧 有正常判断力的人 不会像这个法官这么看吧 对不对 你受到了威胁 你不一定 当时你就是 暴跳如雷啊 或者吓尿了呀 因为你当时呢 尤其是黎智英这种情况 他还 不能实施呢 他不能实施 再就是呢 恐吓的这种事情呢 你不能让他 你不能让他 假如说他 恐吓的这个 他还没有实施的时候 难道说 这个恐吓就不成立吗 对不对 难道就不成立吗 那些恐怖 恐怖分子 对吧 他们威胁说 要搞那个美国什么的 就是美国 为什么把那个 苏莱曼尼给炸了呀 不就是因为 他们是一个敌对 不是说苏莱曼尼 他有那个能力吗 不是苏莱曼尼 他是发誓 要跟美国作对的吗 对不对 美国难道就是说 有吓得不得了 然后就躲起来吗 美国不是也不害怕吗 不是也跟他斗到底吗 对吧 这个逻辑 我认为香港的 这个法官的这个逻辑不对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